我一出门,他们就骂,说我是疯子的儿子,说我是傻小子,然后就一帮人欺负我,把我推到沟里,连踹带踢的,说我是没爸的孩子。 一见着他们就哆嗦,害怕,就是不敢说话,特别压抑。 然后我母亲在世的时候,爷爷奶奶还让别人家孩子欺负我,我奶奶说使劲打,有吃的也藏起来,也不给我吃。 后来我母亲去的时候,反正老睡不着觉,老做噩梦晚上,特别害怕,老是想寻短见。 三年我记得有一天,他的叔叔,大叔,还有一位村长就带着江志刚就来到了我们学校,招收的都是中重度的村长儿童。 那么当时我见到江志刚是什么情况呢?就跟没人管的,没有父母的那么一个小子也小的一样,穿的衣服也不太干净,破旧的。 而且身上特别的特别瘦,我一看就是缺乏营养,让他们一个孩子。 一般我们国家的分级就是70以下的智商水平,就为有智力缺陷了。 那么他应该是在60多吧。江志刚她有一个母亲是有精神病。 那么她母亲也原来是改嫁了,嫁到了这个杨格庄。她这个继父也年龄比较大。她相应智力在有点落后。 那么在村里边可能也都受到了排挤。 所以我想这种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造成了她这个学习之后的这种现状。 从开始到班里边我不太习惯,因为我在家里边都是想干什么干什么,就是在自己家猫着。 然后我就没融入到那个群体,然后就比较不敢说话。 老师就像对我对自己的孩子一样,给我买衣服。 我记得是当时我那个第一件羽绒服就是我们那个音乐老师身上脱下来给我的。 是那个王书民老师。 嗯,我在那之前我都没穿过羽绒服,都不知道什么叫羽绒服。 然后王老师看我那个冬天就穿一个单褂,还老生病感冒。 王老师说那个江志刚你嫌不嫌弃我这个羽绒服啊? 我说我不嫌弃。 后来王老师就,他说我洗一洗再给你,洗干净了。 然后我就穿上第一件羽绒服了。 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特别快乐,特别暖和清晴。 最大的不同就是自己能生活了,能学会做点饭。 然后自己能算一点数,算账,然后使一点字了,能和人家那个交流了。 老师教什么怎么做事情,怎么生活,怎么叠衣服。 一开始坐车都坐不好,后来就是刚刚坐几路车,那样咋做。 然后就是后来我也比较那什么独立点了,特别想做的事情。 就是凭我自己的能力去做一件事,或者是能做一件工作,或者是自己卖菜。 也像正常人一样,自己试着做大。 因为他身体比较弱。 因为家庭困难吧,可能在饮食方面也差一点。 我们就让他参加到我们的局队里边了。 然后就是老师也跟说,以后还有机会去外边去比赛。 说你们都要努力。 当时老师一说,我就特别想去。 就是愿意自己走出去,能见到外边的世界。 2005年我代表平谷区,参加了北京市残疾人移奴婚。 跑1500,平时老训练,但是一跑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紧张了。 然后那个台上的老师都给加油。 想着特别自己有力量。 当那个第一次金牌挂在我脖子上, 我特别激动和开心。 我没想着自己还能长到那么大, 站到北京的领奖台上都没想过。 特别的高兴和激动当时。 江志刚在生活当中,他通过教育,他感觉这么多人去关爱他。 他也应该为社会做出自己的一个贡献来。 那么当他看到有些人异物的无常地去献血的时候, 他想到我这身体我可以献血。 到目前为止,他已经献了四次了。 那么还有时候他就到学校门口, 把一些个比较好的,像黄瓜、西红柿, 他就带一筐,也给我送过,给我们老师送过, 还给我们火房送过。 我们确实老师从心里边也感到非常的温暖。 就是我们一种成就感吧。 张校长在我们学校就像那个, 如师如妇一样对我们, 我们感谢他,谢谢他。 好,谢谢张。 张校长 张校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